3月27日苏友鹏普通装扮轻松底精一出闸 粉丝媒体记者一拥而上吓坏了苏友鹏的女助理 忙紧紧的跨着苏友鹏的胳膊 而苏友鹏则非常礼貌的对跟拍的记者抱以善意的微笑 大步随助理离去 此前苏友鹏携自己导演的第二部影片 嫌疑人X的现身参加成都录演 苏友鹏在亲手时坐在台上不停揉眼睛 一脸疲惫 但看到现场众多粉丝到场支持 他还是强大精神为粉丝签名 并展露亲和笑容 近日苏友鹏导演处女做的嫌疑人X的现身 开启首场发布会 出席发布会的有导演苏友鹏 主演张鲁依林心如等人 这也是林心如做妈妈后复工宣传的第一部电影吧 看辣妈林心如一点没种气色很好 波浪丸子头还有了股少女feo 我们都知道林心如和苏友鹏是多年死党 谁小时候没看过几十集他俩一块主演的电视剧呢 对不对 但直到现在小编才知道 原来有一种友谊叫林心如和苏友鹏 两个人保持友情的方式就是无休止的互相吐槽 这一套媒体报道 黄晓明今年1月正式升格当霸 起因儿子小海绵的出生 从不避讳在公开场合对安吉拉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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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刚才看起来肿了一圈 连也略微圆了一圈 似乎是幸福肥 但也有人认为 他最近热衷健身 应该是锻炼肌肉的缘故 身形才大了一号 这场生日聚会上 黄小明父母和baby妈妈 也一同出行 尤其是baby的妈妈 难得现身 年轻外貌 引来网友惊呼连连大赞 证明baby果然是母胎美女 原来是妈妈的基因好 三夜27号 赵薇套头衫配具绿裤子 现身机场 素颜口罩遮灭 大眼无声险疲惫 穿着朴素不露肤 一路不停接听电话 夜无忙 3月22号 赵薇在女友人陪同下 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艺术展览 他以简约造型现身 入场时与女友人有说有笑 亲情不错 可惜没有接受访问 便匆匆入场 赵薇打扮随意 脸看起来又远润了不少 不过在赵薇好友的镜头下 他还是瘦瘦的样子 通常还有奶茶妹妹 奶茶妹妹身材很好 去年在真人秀节目 真心英雄中 赵薇到农村买西瓜 遇到大姐强行摘墨镜 确认身份 你是赵薇吗 给俺愁愁 在没有一丝丝防备下 赵薇被老板娘拨开眼睛 显然大姐的行为不太礼貌 赵薇这张表情 看起来也不太高兴 不过换做普通人 遇到这种事 也都不会高兴的 但也不能怪农村大姐 毕竟第一次见到大明星 激动是难免的嘛 随后赵薇丝毫没有小夹子气 立马翻脸卖个萌 大姐你刚都把我眼睛摘了 给我们吃个西瓜吧 身为队长的赵薇 大姐大气势十足 刷脸养活了一对人 近日 李香女儿安吉拉王诗玲 杀医儿子安吉 一起现身北京某摄影棚 带着花环穿着花裙的安吉拉 好似小仙子 和东北送中机亲密玩的 好似亲姐的一般 就连同场的何总都插不上话 王诗玲上下楼梯 还主动牵着安吉的手 借借力爆棚 而何总见到安吉拉后绝嘴求吻 和李香的情谊可见一般 之前李香和王悦伦的女儿王诗玲 在其个人微博上 晒出和安吉的合影 并配文称 我有个安吉弟弟 照片中可以看到 王诗玲穿着花裙 带着欢欢好似小公主 和安吉一起组装玩具 并亲密合影 网友分分留言道 一转眼 我的滚滚小宝贝已经是大姐姐了 这俩宝宝怎么凑一起的 好可爱 我最爱的俩宝贝 3月11号 萌娃王诗玲在微博 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 比起略显开心的配文称 今天周末不用上学 照片中的王诗玲 其有海配皮肩长发 年线圆圆的脸颊 如今已变成结下巴的小微脸 一身红衣蓝群 显得她娇悍可爱 王诗玲是导演王悦伦 与主持人李香的女儿 曾因参加爸爸去哪儿 而圈粉无数 并因略显圆润的身材 而多次引起网友讨论 很多网友好奇地问道 王诗玲怎么瘦了 夜网友感叹从照片上看 瘦了的王诗玲变美了很多 3月27日 杨幂香港获刘凯薇小糯米 送别后独自抵襟 口罩之面插都挤走 显得形单言之 月前刘凯薇带小糯米 到机场送杨幂回内地工作 杨幂和刘凯薇 更当情女儿的人肉鞦韆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杨幂进闸前 不时回头与女儿挥手告别 场面相当温馨 此前有网友晒出杨幂刘凯薇参加小糯米亲子运动会的照片 一家三口再度同框 画面有点甜 刘凯薇双手护着小糯米 杨幂走过去 和刘凯薇一起围着小糯米 明星夫妻当杨幂与刘凯薇 2014年步入礼堂 并在童年生下爱女小糯米 由于夫妻俩工作满当 婚后各自忙碌 加上两人对于婚姻生活低调 也让外界对于杨幂与刘凯薇的婚姻更加好奇 而刘凯薇2015年在节目曾大方聊家庭生活 被要求替杨幂打分时 刘凯薇则是给杨幂85分 刘凯薇在节目上套路 小糯米刚出生时 她就为女儿找好学校 看得出刘凯薇相当重视女儿的教育 3月27号 很多媒体拍到刘凯薇带爱女小糯米 去机场送别杨幂的照片 画面温馨有爱 再次历迫两人离婚 以及不合传闻 那么送完杨幂以后 刘凯薇和小糯米去哪了呢 没错 送完杨幂之后 估计刘凯薇担心小糯米 会因为太小与妈妈而不开心 索性衣服都没换 就带小糯米来公园玩了 刘凯薇这次带小糯米 来到了香港动植物公园 还是穿着在机场 送别杨幂的那套衣服 推着宝宝车 好爸爸力十足 周围的小朋友可是不少 虽然网友没有拍到小糯米 不过从刘凯薇的目光来看 小糯米应该在公园里 开心玩耍了 刘凯薇造型凶闲 看护小糯米的同时 还同身边的人讲话聊天 不戴墨镜不戴口罩的刘凯薇 真的是越来越亲民 小糯米虽然不能经常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但幸好爸爸妈妈 总是会轮流陪伴在身边 也是妥妥的幸福童年 刘凯薇带着小糯米机场 送别杨幂的照片 小糯米一手牵着妈妈 一手牵着爸爸 还开心的荡起了球犬 真是可爱极了 从照片来看 小糯米也是大长腿 也是一个妥妥的美人陪子呀 就行进来 viene 真的 没有拍摄 有时닝 小巧蹁 种类伯引个手 为什么一定是故 motorcycles